四方 四座山顶上 三名潜修者中的强者 有些担忧地看着空中 在茉莉星辰影响下 血色清明星中间 那似眼睛的一线 正在缓缓地睁开 那一线睁开的程度 代表着茉莉星力的强弱变化程度 一边看着风云无际 一边看着天空血色 四人有些不安地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随时准备出手相助 有些奇怪呀 九星第一星现世 宇宙动荡 各方混沌大门大开 第二星日轨 时间之剑出现 第三星茉莉 主节 按圣殿记载 应该有大凶兽出世 难道指的 就是这七只成熟的驴鸾 风云无际 一边加紧入侵这些凶勤的神石 一边却是心中疑惑不已 洪荒凶兽之中 以驴鸾能力最弱 太古魔源的破坏力最为强大 难道 这一次九星连珠 莫利现世 就只有这七只成熟驴鸾 可是 对呀 正在思蠢间 突然感觉 年岁最大的那只驴鸾 突然猛地挣扎一下 耳中便听到一声大吼 小心 随后便是竖到强大的刀器 破空而来 巨大的钢压 瞬间将风云无际 深周的空气拍空 住手 风云无际大惊 联盟竖起一手阻止道 天地间 力气猛然俱增 不用抬头 风云无际也知道 清明中那一线似眼睛的血线 睁开了 这力气影响七只理论 方使得他们 原本快要沉浮的灵石 剧烈地挣扎一下 但也只是挣扎一下罢了 丝毫改变不了 在灵魂方面 与风云无际的巨大差距 只要再给些时间 风云无际完全有把握 控制着七只理论 七只成熟的理论 一旦能被控制 那又必将是一股 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混战之时 放到魔族之中 那等速度 配合无坚不摧的爪锋 绝对可以掀起 不少的风浪 但 四名轻袍高手 本是关心风云无际 眼见天空莫莉 凶兴 兴力大增 七只原本静止不动的理论 又突然剧烈地挣扎 担心风云无际 对付不了七只理论 这才出手的 但又听到风云无际 出声阻止 心中虽然诧异 但明白风云无际 这般说 必是有其道理 于是强行将发出的尽力 收了回去 但这四人停手 其他却没有停手 风云无际一力降七轮 早是众目睽睽 引得众人关注的情况 更有四大高手带头出手 助人心切 风云无际的安危之下 一个个全力出手 一道道催山拔跃的尽力 排山倒海般 由四面八峰聚集而来 面对如此的声势 风云无际 也不得不叹息一声 快步向后退去 轰 一道道磅礴的力量 接二连三的轰在七只 灵石还陷入混沌之中的 骊鸾身上 任他是洪荒凶物 被如此多神级高手轰击 直炸的七只凶兽 悲鸣一声 劈开肉绽 鲜血飞进 大把大把的金色羽毛 轰飞出去 自空中落下 这一顿乱走 没有轰杀七只凶兰 剧痛之下 却把他们的灵智给轰了回来 力叫一声 双翅猛然一震 全身的离火大盛 七只狸轮向着七个方向 飞射出去 不好 四方传来了一声声惊叫 不用看也知道 眼下 七只狸轮在茉莉心力 及剧痛的刺激下 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一道道如水波般的攻击 从四面八方轰击而来 每一道攻击 积在狸轮身上 都抱着一团血花 但这七只狸轮 已经完全是不管不顾了 四座千丈高山上 四方轻袍高手 暗叹了一声 心知刚刚犯了个错误 眼见狸轮已经丧失了理智 四名轻袍人 也只有改变战法 腾空而起 加入到战局之中 一声力笑 一只狸轮首先喷出大片的火海 向众人卷去 一道道磅礴轰击 劈开那火海 轰击在狸轮身上 然而那只狸轮只是身躯一晃 别又继续飞来 至于那喷出的火海 也只是分开了一煞闹 继续顺风席卷而来 诸位快退 一声声苍狂的惊叫 论实力 场中除了那四位轻袍高手 其他人根本没有一个人 是这成熟狸轮的对手 眼看狸轮逼来 也值得步步后退 四名轻袍高手 也只来得及挡住了四只狸轮 风云无际拦住火候最深的那只狸轮 其他两只狸轮 尖爪辽过 两名神级高手退避不及 被找风撕裂 身躯一分为二 从空中坠下 两节身躯还未坠下 要是一片通明的火海喷出 整个便化为两缕青烟 消散无踪 刘云 临水 树生悲呼传来 原本退开的一群太古高手 双眼血红 不退反进 拎着两只狸乱就杀去 快退 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四名轻袍高手健壮 心中越发焦急 连连呼喝 看来是无法善了 因太古摩原之故 而且 也是茉莉凶星的影响 风云无忌的心中 并未对这七只狸轮 兴起杀心 待见的众人 因为丧失亲友 而失去理智 心知 不下杀手 是不行了 族人与狸轮 两者之间 风云无忌 选择了强者 手外一张 被本尊夺去的第五剑胆 又出现在 风云无忌的手中 第五剑胆 朴仪落入 风云无忌手中 那凛冽的剑气 以及凶技 让实力最强的狸轮 感觉到一种 本能强烈的危机感 在神智 近乎失去的情况下 居然难得的 目中露出了一丝清光 一阵雨意 向侧方飞掠而去 亲族 我们来助你 变态此时 邪煞方 传来了树道声音 风云无忌的神石 破底而出 虚空一扫 一件山轮四周 数百名实力 强大的法修者 欲空而来 哼 乌那畜生 持我一展 远远的 一名白须道人 向那飞出去的骊轮 抛出一雾 那雾劲迎风便长 化为了一件 十丈方圆的金色 古怪方印 直直地 朝那黎鸾的额头一砸 轰 一声巨响 黎鸾的身形猛然一致 连连退后树步 额头更是 扎出了一片血花 那方形印 再次砸下 黎鸾发出了一声悲鸣 身躯在空中 翻折了几圈 倒了回来 风云无际的心中微惊 法修者的法器 其威力之大 大大超出了 风云无际的想象 心中暗道了一声惭愧 一直小觑了法修者 原来 我是法修者弱 而是我的修法太弱 怪不得法修者 可以和五修者 争执这般久 怪不得 以当初 玄云至尊的修为 为了对付炎魔 也会叫上一些 遗留在太古的 法修高手相助 封印研磨 真是惭愧呀 定 定 定 又是数声 浑厚的声音传来 另外两只黎鸾 身躯突兀的一致 便在这时 便有数道金色的铁锁 从数名法修者手中拖出 穿过了 那两只黎鸾的泪翅 又在腿根处刺穿 没入腿骨 将其束缚 这法修者 是有些厉害 但终究气力不行 铁锁刚一加上 两只黎鸾的身躯 那铁锁便晃荡着 与拔空而去 四方 众武者见状 跃空而下 一个个抓住了 那不知名才智 打造的铁锁 牢牢地将那黎鸾拉住 不让它腾飞 同时 一道道法修符文 从众法修者手中打出 没入那两只黎鸾的体内 让他们的身躯 越来越沉 渐渐向地面落去 便在两只黎鸾 振持挣扎之时 那刚刚陨落的 两名太古强者的亲友 突然拔刀 竖刀静止斩向 那两只黎鸾 最脆弱的脖子下出 出手 一种本能的危机感 涌现心头 风云无际 欲阻住这几个人出手 但还是晚了 一缕血线 划过长空 原本剧烈挣扎的 两只黎鸾 身躯一江 两颗头颅 便自井上滑落 化为两道弧线 自空中堕落 五只剩下的黎鸾 乍见另外两只黎鸾被杀 发出了五道 尖利之声 悲鸣之声如利剑 划破苍穹 轰隆隆隆 悲力未觉 脚下的大地 突然轰隆隆震动 众人尚彷徨不已 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耳中便听到一声巨响 砰 石破天惊 方圆数百里内的地面 突然炸开 大片大片的山沦倒塌 浓浓的尘烟 升起了千丈之高 大地完全粉碎 众人下意识地腾空而起 四方跃去 趁此机会 五只黎鸾 猛然挣脱了助人的控制 振翅飞开 脚下 一股浓浓的热浪逼垒 众人回首看去 却见一个半径 近百里的巨大彩蛋 横更 在完完全全 一位平地的大地中央 五只黎鸾 深化流影 在空中一折 突然掠下 猴中啼血 落在那巨大的彩蛋上 咔嚓嚓 巨大的彩蛋上 那五颗心血 低落后 弹壳上突然裂开了 一道道裂缝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大力叫之声 从彩电之中冲出 天空 骤然 紫电闪烁 乌云从四方拒来 但听一声脆响 随后 一道庞大的黑影 从下方掠来 啪嗤一声 两道赤形的黑影展开 将整个天空遮盖 一股热浪 突然从那黑影体内炸开 大地 那数百的太古高手 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那浓浓的火焰一卷 爆成飞灰 消散无踪 第458章 莫丽之节 二 莫丽县世 必有凶物教 至此刻 风云无忌 方知这凶物的正主 是何物了 传闻之中 莫丽县 乃是圣兽 朱穴滴血所化 后吸收洪荒利气 即宇宙残于精华 孕育而生 太古存在至今 不知其亿亿年 这莫丽县的血脉分岩 在太古 传了一代又一代 其他神兽 亦继父如此 这一代莫丽县 可谓是莫丽县之祖 在此地 久积力气 拿天地精华 每蜕变一次 实力 便越发接近于圣兽朱雀 虽难以变成 第二个朱雀 但却可以不断地 化弹复原 蜕变升华 无限 向圣兽接近 此次莫丽悬空 天地力气大重 却引出了 这第一代的祖鸾 祖鸾 朴一出世 身躯迎风便涨 一声提名 天下树精 数百太古强者 还未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便被祖鸾身上的真火 炼成了非灰 庞大的身躯 遮天蔽日 两翅展开 乌云排进 面对如此庞大的祖鸾 人变得分外的渺小 连祖鸾的一片金鱼 大小都没有 站立在虚空中 风云无际 只看得见 那金光颤颤的胸脯 与两侧伸展 不知何妨的双翅 连祖鸾的头都看不到 那头下的阴影 早已经天下 数万公里内的地面 全部覆盖 祖鸾两翼之下 五只剩余的狸鸾 被祖鸾体外 浓烈的火焰一辽 体型大涨 猛然 仰天发出了 数声尖利 双翅一阵 化为五道金鸿 向着站得较远的 法修飞去 走 风云无际大声一吼 拔空而起 同一时间 五道灼亮的光臀 从体内蹦出 落入虚空 化成人形 正是剑体化形呢 同一时间 风云无际的身化流影 拔空而上 直接飞上了天空 站在那巨大无比的 祖鸾身前 正是这祖鸾 风云无际的身形 还未站稳 一股滔天的力气 化为滚滚云气 扑面而来 两侧云层 无数紫电 受那力气吸引 发出了一阵 如潮水一般的 琵琶声 向着风云无际 飞卷而来 风云无际的右手一招 第五剑胆 发出了一声 愉悦的龙吟 破空而来 五指一紧 风云无际的脑后 长发飘起 同时一道跨越了数千里的 浊白剑芒 夺手而出 一剑将那如潮的 狂暴力气抛开 浩瀚的剑气 贯穿天地 自清明之中 重重落下 站在祖鸾身上 叮 剑气破空 与祖鸾的脊背骨相交 发出了一阵响亮的 金铁之声 一击之下 祖鸾的双翅 依旧平斩 而庞大的身躯 却被剑气 硬生生地 下压沉了 数十丈 祖鸾这种 洪荒凶兽 早已 铸就了一身 钢筋铁骨 风云无际的一剑 虽未伤得了它 但它刺痛 却是激起了 祖鸾的力气 一声长啸 祖鸾的双翅一阵 身躯骤然模糊 随后消失不见 祖鸾的气息 太过强大 即便是战地 给风云无际的感觉 也没有这般的厉害 面对祖鸾身躯模糊的刹那 风云无际立即转身 速度刹那间提升到最大 消失于明明的虚空之中 一阵浩然的裂锋卷锅 树座高山 凭空爆散成碎片 高山之后的法修 亦是深化飞灰 但天空却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看不见 天空上 风云无际的身形 已然达到了极致 即便是神级高手 此时也难以捕捉到 它的身形 但风云无际 根本不敢回头 身后 清明之中空空如也 但风云无际知道 祖鸾此刻正发怒地追赖 离鸾本为鸟中至尊 速度冠绝天下 而身为离鸾之祖 祖鸾的速度 更是超越所有的离鸾 风云无际的速度 居然根本无法摆脱离鸾 相反 还被祖鸾慢慢地逼近 那看似庞大的身躯 根本就没有限制它的速度 在高速的运动下 祖鸾庞大的身躯 根本就看不见 只能用神识隐隐地感觉到 尖笑声中 祖鸾脊椎而上 久久追不上一个人类 这让鸟中的至尊 越发地暴怒了 风云无际眼看祖鸾追踪而上 离地面已经越来越高了 心中终于输了口气 以祖鸾的实力 丧失理智之后 对太古能造成的伤害 可怕两个字都难以形容了 眼看祖鸾已经脊椎而上 风云无际身如飘絮 向天空倒射 同时在空中转过身内 目中一片冰冷 右手五指一丈 一团灼亮的光球 已然破绽而出 瞬间扩展至无限大 向祖鸾拍去 正是最强的剑职领域 完全是一种 对于危机的本能 祖鸾的身躯一致 身躯显现出来 同时利会一张 发出了一声歼蹄 从那一对长长的 黄金利元之中 喷出了一个 半透明的火红光球 那火红的光球 预风变长 化为一个巨大的球形 将祖鸾的 大半个身躯包裹在内 同时那光球急速扩展 迎着风云无际 发出来的剑职领域就撞去 领域 风云无际大惊啊 一只祖鸾居然修成了 威力强大的领域 这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哼 两种领域能力对撞 转而化为两种规则的对撞 从祖鸾的领域之中 传来一阵强烈的抵抗 风云无际 雾透的规则能力 固然比祖鸾要强 但祖鸾这种洪荒 存留下来的神兽 虽然不得修炼 但生就一副内胆 吐纳天地之气 已成本能 漫长的时间之内 这等洪荒凶兽 所积累的能量 根本就不是风云无际 所能对抗的 祖鸾最终 喷出的火红领域 迅速地变得暗淡 而风云无际的剑职领域 则能量被祖鸾的领域 消耗殆尽 彻底湮灭 风云无际大惊啊 身躯一弹 再从体内化为一道剑梯 则那与自己一般无二 一真身一化身 分两个方向 向天空飞去 那祖鸾本是感受到 风云无际 剑职领域的强大威胁 这才发出了祖鸾领域 眼见风云无际一分为二 要逃去 早已被惹动了 真火的狸鸾 怎会让它离去 立即选择了其中一道 急驰而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